大墓离奇被盗之谜终于揭开 但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 67年血腥杀戮 五位靖侯命断宫廷 墓室里无头的君主竟然是悲剧的根源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 趋过靖国大墓发掘几下集 2005年8月 杨舌墓地发掘现场 经过仔细的研究与分析 考古工作者得出结论 大墓的离奇被盗竟然发生在汉代以前 这伙奇怪的盗墓者 不是偷偷挖掘盗洞 而是高调地挖开了墓口 他们是谁 他们难道不需要躲在其他人的视线吗 在周边密集的靖侯墓葬群中 这些人又为什么单单盯上了杨舌这一组 接近50米长 规模远超九位先祖的杨舌靖侯大墓 墓主人究竟是谁 这场离奇的盗墓 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自从2005年8月 杨舌墓第二号墓首先发现奇特的盗墓痕迹后 一号墓也没能幸免 面对种种匪夷所思的情景 领队吉昆章心里 渐渐形成了一个 他自认为十分合情合理的推测 但是要证实这一点 证据只会存在于大墓深邃的墓坑中 冒着他方的危险 墓室的发展不断深入 但直到深达八米的地下 期待中的果实还是没有出现 考古发掘距离结束依然遥遥无期 北方寒冷的冬季却如约来临了 2005年的冬天雪非常大 雪非常多 我们当时为了清理方便 为了接触时间呢 就住在工地 在工地搭了简易棚子住在工地 地处华北 临近太行山渔脉的区卧 冬季气温能够达到零下十几摄氏度 2005年冬季 低温和频繁的降雪 给羊蛇野外考古 带来了又一个困难 在这个已经发掘开的墓口的上脉 要织户 要搭架子织户 但是呢 这种搭架子之后呢 由于这上面用一些这种彩带 这种塑料布再打起来呢 雪压在上面是很重的 所以呢就是有时候能听见那种 本来用的竹竿打起来 听见压起来那种嘎嘎嘎的声音 就睡到半夜就能听到 大雪过后 北方的原野被装扮得整洁干净 可这飘舞的雪花 就像直接落进了 吉坤章胶着的心里 这种心是很揪的 我有时候半夜起来 披上大衣 然后出去看看 再把雪给扫一扫 工队我们工队也好些工人 把他都叫起来 把上面雪扫一扫 就担心了塌了 2005年12月20日 星期二 晴西北风 早上M2牧师暂停 民工们将四周围墙下 绑上竹竿 其下部就伸展了 感觉安全多了 西北风呼呼地刮着 民工们在坚硬的洞土上 努力工作着 我们也在旁边 注意着各种迹象的发现 M1牧道上的洞土 已有70厘米厚 就在这样的坚持中 一号牧的发掘 终于接近了大家盼望已久的 大牧果市 当我们这个阳神木地发掘 当我们清理到 国市面的时候 也就快要进入国市的时候 我们发现 有很多乱七八糟的 堆放的板子的痕迹 春秋时期的大型贵族墓葬 墓坑底部会有一个墓制的果市 果市中间是相对缩小了的官市 而官与果之间 则保留有一定的空间 用来存放随葬品 可是现如今 羊舌大墓果市与官市的盖板 都早已不在原来的位置上 可能原来里面的很多板子 原来你比如果板 官板 被人拆了乱七八糟 扔在那儿了 到我们今天发觉 它都已经变成土了 这是痕迹了 如果说 因为早先发现的扰乱痕迹 过于奇特 队员们对墓葬是否被盗 还留有一丝侥幸 看到眼前的景象 侥幸被彻底打破 但却离吉昆章的推测 又进了一步 显然在盗扰的时候 在盗扰的时候 是果板 官板还挺好的 还挺好的 这个盗扰的人 把果板 官板 身上的拿起来 让它乱生 乱生 所以就由此判断 这个盗扰时间 可能与下藏时间 并不是离得很远 如果离得很远的话 这个果板 官板 都已经朽烂了 是没法拿的 慢慢地清理果室中的填土 队员们还是有了一些 意料之外的收获 当时我们在那个现场 当时挖出一个铜钩 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铜的挂钩 在那个地方发现一个铜的顶腿 然后在别的地方又发现了鱼器 本来应该在棺里的鱼器 也跑到棺谷之间了 那么这个铜 这种铜的挂钩 应该就是边中上的挂钩 那个顶腿显然是有顶 可见呢 这个墓里面原来至少 是应该有这些东西的 它是被抬走了 这是一伙怎样的盗墓者 他们彻底揭开了整个墓室的填土 重重融融地抬走了所有的青铜器 可是队员们发现的鱼器 难道会是盗墓者不经意中遗落的吗 没有了预想中的青铜锂器 队员们只好在果实被扰动过的填土中 仔细寻找 看看还有没有简陋的可能 果然他们很快就又有了收获 挖掘的过程中 发现一些马脑珠 发现有马脑珠 而且马脑珠数量还不小 在盗动这个土里面 这个墓葬土里面 盗扰的土里面 发现有马脑珠 而且我们几个人在上面 来找这个马脑珠 此刻大多数人都在扰土中 忙碌着寻找小件器物 因为对盗扰严重的官室 已经不抱什么希望 就只分出了两三个人去清理官室 可没过多久 清理扰土的陶向民 就听到了一个意外的声音 我就听见有一个人就大叫 如果那个技术员老毕呢 毕德群呢 他就在底下就叫了 毕德群的惊叫很快引来了围观 官室的经理突然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那叫啥呢 我们就赶紧放下手中 这个筛子 就往一毫木里面跑 好多人一看 他正拿这个手铲 在刮下面的墨石段 那层土 手铲刮过以后 就出现了一层玉器 我当时一看都非常激动 由于盗墓者破坏了盖板 棺木内也到处都是填土 可是当填土被一点点剥离后 出现在大家眼前的 竟然是整整一层的玉器金器 发掘现场的气氛 瞬间被点燃 没想到被盗得如此狼藉的羊蛇大墓 竟然还能出土这么多珍贵器物 兴奋之余 一问却无法排解 如果这群奇特的盗墓者 会对装链尸体的棺木手下留情 那么被撬开的盖板 又该如何解释呢 等到棺市里的填土 逐渐被清理干净 一个更加意外的情景 让在场的人瞬间惊呆 这么多年的考古发掘 眼前的景象 他们还从来没有遇到过 墓主人呢 这个棺内的墓主人呢 很有意思的就是在他的上半身 他的上半身到头部都没有了 仅仅存下半身 就是大概从胸口以下 往下都在了 发掘如此久远的墓葬 墓主人一股腐化消失 可能都算正常 但下半身还在 上半身不见了的情况 却是那么让人疑惑 更加奇怪的是 在墓主人残存的骨架旁 隋葬在身边的大量玉器 竟然没有被翻动 都还呆在原来的位置上 只是一套从上到下 由多件玉器所谓的玉祖配 此刻呈现出了一种奇怪的状态 它原来的玉祖配在上面都还在 而在头的胸口以上的玉祖配 包括原来的面部应该有的这种 玉腹面呀等等 头上的法饰 都不见了 那么这些位于墓主人头部 胸部不见了的玉器 是被盗墓者带走了吗 玉器不见了 那么墓主人的头颅呢 这位可悲的国君 部分躯体哪去了 会不会是非正常死亡 下葬前就少了这个部分 或者干脆仅仅是因为 被盗扰被人拿走了 此时在羊蛇大墓木坑底部 一丝丝诡异的气氛 逐渐堆积了下来 接下来又有一个 让人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随着果室中的饶土 被逐层清理 官室中遗失的几件玉器 竟然一一出现 原来应该在这些位置的玉器呢 却散落在墓里面 其他的扰动的土里面 我们在清理过程中 很多都给找到了 这是一群多么奇怪的盗墓者呀 他们用大街顶的方式 公然掘开了一位国君的陵墓 抬走了笨重的青铜器 却对珍贵的玉器不屑一顾 然而这样的现象 却和吉昆章最初的推测 越来越吻合 他觉得自己距离真相只差一步 如果说这是一种盗墓 那为什么对官内的玉器不感兴趣 而仅仅把同期的抬出了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 而且这个时代发生的 至少在汉代以前 带着明确的目的 在仔细观察牧主人遗骨的断面后 吉昆章终于又发现了一个 让人不敢相信的细节 牧主人遗孩的上半部分 竟然是被人打断的 而且就发生在下葬后不久 应该可能是这样子 如果人已经变成裹头架子 那需要很长的时间的 这可能我觉得可能时间不长 就被人力气斩断 然后把那个头也割下来 很显然 这是在牧主人下葬后 不算太长的时间 就有人对他还没有完全腐烂的遗体 下了毒手 那么那颗砍下的头颅 真的被带走了吗 尽管没有出土青铜重器 但面对这个充满了谜团的 离奇国君级大墓 有幸参与发掘的人们 一点都不觉得遗憾 当果室的清理接近尾声时 考古队员意外地 在果室的一个角落 发现了一个人头颅 当时在这个牧师的西南角 发现了一个人的头颅 这个头颅埋葬方式 肯定是头朝北的 可是他这个头 一下跑他的脚下 这个头骨显然是被 漆落到那个地方 就是随便扔到那个地方 从棺里边拿出来扔到那个地方 一号墓经历了如此离奇的倒扰 那么二号墓的情况 又是怎么样的呢 比较遗憾是在二号墓底下更乱 甚至人的骨架都找不着了 更乱 仅仅见那些零星的 散落在这些扰乱的土里面的玉器 图系更不见了 在最早发现倒扰痕迹的二号墓 盗墓者干得更加彻底 难道说这伙人是出于某种特殊的偏爱 才会刻意把青铜器掳掠一空吗 可事实却再次否定了这种假设 在一号墓二号墓的南边不远 我们就发现了 也发掘了几组中型的墓葬 这几组中型的墓葬里面 出错了不少的青铜器 还有很精准的玉器 比较有意思的是 这些墓都没有被盗 同处一个墓地 盗墓者为何会放弃规模不大 更容易盗绝的陪葬墓呢 综合所有的信息 吉坤章觉得自己的推测 已经无限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所以我就联想到 这会不会是一种毁墓形容 或者是一种带复仇性的毁墓形容 毁墓在古代是一种最极端的泄愤 史记《吴子虚》列传中就记载了 《吴子虚》为父报仇 借吴国兵马功迫隐处 决楚平王墓出其诗 编织三百的故事 但是这些人在毁墓时 为什么只拿走青铜器呢 过去的青铜仲钱是代表身份的 是代表这种等级和身份的 预期呢 它这个在当时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呢 我就联想到这儿来了 很显然 这场离奇的盗墓 不是为了追逐财富 而是出于政治目的 做出如此的行为 除了仇恨 更多是为了在精神上打击对手 自古以来 毁墓鞭尸 都是对死者极大的侮辱 杨舌大墓的墓主人 甚至在墓葬被毁后 还惨遭割头 这得有多大的仇恨 那么 这位不幸的晋国国君 究竟是谁 为什么会有人如此的针对他呢 他会是谁的呢 因为在墓里面 所出土的青铜器没有了 通常青铜器上 有青铜铭文 那么有铭文 我们从铭文可以做些判断 但是没有了 就是 所能给我们提供的判断 这墓主人的 准确的信息都没有了 倒是其他一些信息有 你比如 从墓葬规模到 随葬东西的 可以判定他的年代 从墓葬规模 可以判定他的墓主人的性质 墓主人的等级 这倒都是有 但是准确是墓主人究竟是谁 就没有了 尽管没有直观的文字信息 但是根据墓主人是一代晋猴 其墓葬被毁的事实 结合历史文献记载 吉昆章还是做出了一个 后来被学术界都普遍认可的推断 那我就进一步联想到 在这个靖国的春秋早期的历史上 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历史 叫敌树之争 敌树之争也叫躯卧带翼 是在靖国历史上发生的一起 同宗相残的血案 这个事件恰好发生在春秋早期 并且是对西周时期推崇的 李月教化的一种背叛 公元前746年 靖门侯积仇去世 第二年 他的继承人靖昌侯 把自己的叔叔成师 分封在了屈卧 称为屈卧桓叔 然而 靖昌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平常的举动 却给自己的后人 带来了长达67年的血腥杀戮 联想这儿那么在联想 这个所出土的里面的预期 以及所建造的陶器时代 这组墓葬的时代 应该是在春秋的早期 春秋早期 时间严丝很缝 可是历史上的敌数之争 为什么会与这座被毁的墓葬 产生联系呢 那时候正是 球和义打的时期 67年 这个东西 而67年里面 靖红 就是那个 彭宗的这个 球杀死了 五位进口 赶跑了一位 六位进口 走马当的 换来换去的 在桓叔被分封到驱卧时 驱卧是一个 比国都义还要大的城池 或许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助长了桓叔的野心 很快 他勾结大臣 攀附发动兵变 杀死了 纷纷过自己的 晋昭侯 危急时刻 晋国民众自发组织起来 出兵攻打桓叔 平定了攀附之乱 事后 人们立 晋昭侯之子 为孝侯 桓叔 则在不久后 郁郁而终 时间又过了15年 桓叔的儿子 庄伯再次起兵 攻破议程 诛杀了孝侯 却又一次 败在了晋国民众的手上 六年之后 庄伯趁心力的 晋恶侯 并故的机会 第三次攻打议程 却因遭到 周天子指派的 国国军队牵制 不得不宣告失败 此后 庄伯的儿子晋武功 接过了造反的旗帜 先后卢走 及又杀了 晋哀侯和小子侯 但仍然没有得到 晋人的支持 公元前678年 武功第六次攻破议程 杀掉了文侯之后的 第六位继承人 晋侯明 用卢掠来的财宝 贿赂了周天子 这一次 终于登上了 晋国国军的宝座 在这样的过程中 毁掉墓葬 打击对手 这样的事 对敌对双方来说 都完全有可能 那么 这座被毁的墓葬 属于哪一个阵营 墓主人 又会是谁呢 由于大墓的规模 远远超过了 北兆墓地 九位晋国诸侯 这意味着 杨蛇大墓 墓主人的地位 一定比较特殊 那么笛系这一支的 晋文侯当之无愧 而相对的 应该就是文侯的弟弟 树系的屈卧还书 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晋文侯 晋文侯我们都知道 是这个在两周时期 尤其是在周平王 东迁 辅佐周平王 有再造周时之功 在中国历史上 有很重要的地位 毁墓发生在 屈卧代役时期的 推断被认可 但吉昆章 关于墓主人 是晋文侯的结论 却很快就面临了 潮水般的质疑 有什么目的 发生以后 肯定是晋文侯的 没有问题 侯对于一个 级别的目的 后来昆章先生 就提出了 晋文侯的目 实在上 都是东周初期的目 没有问题 他断代 没有问题 但是关于墓主人 是谁 我提出不同的看法 田建文做出的判断 与吉昆章恰好相反 他认为 独立于北兆墓地之外的 杨舌墓地 埋葬的 应该是树系的领军人物 这个一号墓 不是这个 取物环术 就是取物东白 没问题 这样的 考虑的 对于杨舌大墓的 墓主人身份问题 持树系观点的人认为 他们拥有一个 无庸置疑的证据 在取存天马遗址 进后墓地 经过北大 考古学家们 几十年的 考古发掘和研究 已经确认了 有一组墓 属于晋文侯 属于晋文侯 那么 他不可能一个人 买两个地方 在北赵晋侯墓地 多年的研究成果中 九祖晋国 早期诸侯大墓 分别被认定为 包括晋国开创者 谢父在内 直到第九代国君 晋文侯 及夫人的墓葬 从这个角度看 相距四公里的 杨舌大墓 墓主人自然 不可能 还是晋文侯 此外 隔阂相望的北赵 与杨舌墓地之间的距离 也成为了 树系说的 有利证据 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 它撇开 一定有的 去天马遗址 进后墓地 另外再选一块墓地 不如祖坟 它不如祖坟 而要另选一块墓地 在这一方看来 对于晋文侯来说 他没有必要 离开历代先祖的墓地 到河对岸的杨舌 择地安葬 恰恰相反 分封在屈卧的树系 才有这个需要 一场跟屈卧两家 打了67年的仗 屈卧这一只树系 连续杀了六代 进后 赶走了一代 进后 那么他跟他是 事不理 两立的 所以说 取过这一只 撇开祖坟 一场那只的祖坟 另外选一个墓地 是极有可能的 在支持树系说的学者看来 杨舌墓地的主人 是环书或者装薄 下好也就解释了 墓葬被毁的原因 面对如此严谨 仿佛已经形成了完整证据链条的反方观点 吉坟章又能拿出怎样的论据呢 他对墓葬主人 是进门侯的推测 总不至于信口开河吧 要驳斥对方的观点 北赵进门侯墓 是第一个关键 那么 北赵进侯墓地 九祖进侯墓 当年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在北赵墓地 从编号为M1M2的谢父及夫人墓 到M93和M102 此前认定的进门侯与夫人墓 呈现出一个非常规律的图形 我们发现呢 就是北赵进侯墓地 它这种墓葬的排列方式 是那么一种这个S型的 就是从早到晚 从最早的进侯协附 到最晚的一组 就是所说的是进门侯 由于曾经被盗 93和102号墓 没能出土带有明文的青铜器 于是通过其他 已经明确了身份的墓葬位置 对应碳十四测定出来的年代 再结合宗庙制度中 彰显掌幼有序的招募制度 当时的研究人员 才做出了这组墓葬主人 是文侯和夫人的判断 可是在吉昆章看来 这个看似无懈可击的结论 却存在着一点疑问 最后一组墓葬 93号墓的配偶 102是没有墓葬的 就是102号墓是没有墓葬的 这个在进行墓里是不可思议的 如果说是晋国的国君 以及国君夫人 那都是有墓葬的 那是有规制的 是当时一种规制 但是102恰恰没有 从早期一条墓葬的甲字形 到后期两条墓葬的中字形 另外八组十六座诸侯墓 毫无例外都有墓葬 而且对一位曾经辅佐周平王 朱沙周邪王 有再造周氏之工的强大诸侯来说 93号墓的规模 也显得毫不齐眼 可是如果93号墓不属于晋文侯 这位排序为第九任的国君又是何许人呢 很快吉昆章在史料中找到了线索 商书他的这个商书在他哥哥晋木侯死了以后 曾经篡权自立 在晋国曾经执政四年 而执政四年以后呢 晋文侯率领人把商书给杀死了 然后呢重新夺活着政权 公元前785年 晋木侯去世 他的弟弟商书篡夺权位 太子仇流亡他国 到了公元前781年 积蓄了力量的太子仇 潜伏归国 刺杀了商书后夺回了大权 也就是后来的晋文侯 那么有没有可能 93和102号墓属于商书和他的夫人呢 按照统治顺序来说 执政了四年的商书 才是晋国的第九位国君 这时候没有墓到的102号墓 也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是不是也说明 93号墓就可能是商书的墓 二的一个他的夫人 没有想没有享受的这种资格 可是即使假设北赵九组诸侯大墓 最后一组确实不是晋文侯 那么文侯又为何要远离北赵 在杨舌另建墓地呢 仔细观察93号墓 吉坤章又有了一个猜测 我们从整个墓地来看 它的位置明显一点偏 而且呢他的这种墓葬还打破了居住址 也就是说是在藏那种墓葬的时候啊 这个那地方曾经有人曾经居住了 然后呢还打破居住址 那么可以想象那个 是不是在北赵最后又进口的墓葬上的时候啊 这个那地方已经没有地方了 除了没有空地 分析人的心理 文侯另则墓地或许还有一个原因 也许人家比如伤树葬到这儿 文侯是把他树杀死的 文侯不愿意跟他树葬在一起 所以都没有葬到这边的 所以另起一个墓地 而且对于树系说中 虚卧一系另见墓地的说法 吉坤章也表示了质疑 离原来的群众天马里一里一里一里 那么近 不会是城市他们那一只 不应该是 城市他们当时在取卧 可是无论北赵还是杨舌 现在不都在驱卧县的境内吗 那么吉坤章所说的驱卧又是哪里呢 城市这些墓在孤曲卧 孤曲卧在哪 在今天的文习上过邱家长以待 为什么是那么说呢 是因为我们在上过这一代发现了城市 发现了大量的生活遗址 同时发现了高等和贵格的墓葬 你比如在文习上过发掘的55毫木 那个规模非常非常大 这个出租的东西非常精美 里面所出租的巡猴仪 厨子仪都是从那个墓里出的 有没有可能是取卧宫的墓葬 这完全是有可能 反复攻伐议程多次诛杀晋猴 却在很长的时间里不能顺利掌握 梦寐以求的晋国国君之位 如果说杨舌大墓的墓主人真是晋文猴 那么毁木的行为很有可能就是树系中的某一位 为了断绝嫡系风水发泄不满而作的 虚卧带翼是春秋早期震惊九州的大事件 武功用残忍的手段篡夺了晋国的权柄 但却也为晋国之后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半个世纪之后 武功的孙子晋文公在一次战役中大败储君 得以主持诸侯会盟 终于登上了春秋霸主的宝座 杨舌墓发掘完了 其实我们就像读一本书的时候 当你读完一本书 你眼眷思考 会有很多问题 会思考很多问题 我们杨舌墓发掘 我们解决了一些问题 同时又带了一些新的问题 解决什么问题 就是在取尊天马 北朝晋红墓地之后 下面的晋红墓地会在什么地方 那么杨舌墓地是一个 反映一个新的发现 但同时带来问题就是 那么这个杨舌墓地的墓主人究竟是谁 尽管我自己个人认为是晋梦好 当然学士界有不同的争论 在春秋战国这个大时代里 杨舌墓地的被毁 恰好发生在了故事掀起的第一个高潮 虚卧地下丰富的晋国遗存 不知还保留有多少来自远古的信息 正所谓星山依旧在几度夕阳 虚卧带翼事件里 被淹没在文献记载中 毁幕的这场闹剧 竟然通过2600多年后 偶然的一次考古发掘 如此清晰地重现在了世人眼前 那些早已远去的人物瞬间鲜活生动了起来 通过出土的实物证据研究历史 发掘时间长河中被掩埋起来的一个个片段 让今天的人们得以穿越时空 近距离触摸古代社会的点点滴滴 这才是考古发掘独特的魅力